梁阿婆名叫梁六妹 从年轻时就在集市上 卖扣肉糯米饭 三十多年过去了 梁阿婆制作的扣肉糯米饭 也成为了不少南宁人 忘不了的老味道 人家说酒香不怕香子生 然后很多老的顾客 要带一些新的顾客过来 但青丝变白发 梁阿婆一天天老去 如今女儿吴彦芬 接过了母亲的糯米饭桶 而且制作的招牌美食 扣肉糯米饭一直备受欢迎 他们制作糯米饭 会有什么秘诀吗 这个香米就是比较烤的 不可反对比较软比较香 口感的话是有嚼劲有弹性的 糯米饭好不好吃 糯米品种最为关键 吴彦芬选用产自安徽的精糯米 洗净后放入木桶蒸制 可为什么非要使用木桶来蒸制糯米饭呢 有木桶的香味跟糯米结合的话 而且它这个米蒸出来会比较柔软 然后我们这个木桶的话呢 它锁住温度在里边 在里边这个米就会香味又保存得很好 之所以选择木桶蒸制 是因为传统的木桶保温效果好 可以让蒸出来的糯米具有独特的香气 蒸制约一个小时后 一大桶热气腾腾的糯米饭出锅 有了香喷喷的糯米饭 还只是奠定了招牌美食扣肉糯米饭的基础 下面就轮到这道美食的主角登场了 原来这家小店深受食客欢迎的招牌菜肴 就是用糯米饭搭配它们独家秘制的卤肉 因为最后装盘是将糯米饭倒扣到碗里 上面盖上卤肉 形似扣肉 因此大家都习惯地称之为扣肉糯米饭 几十年来能一直吸引这么多食客 前来打卡的美食一定有其独特之处 那么这美味的卤肉是怎么制作的 梁阿婆的独家秘制方法又是什么呢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整块在热油锅中历经两次炸制 炸到金黄焦香 油脂满意 冷却后将五花肉切成一纸厚的大片 放入由南乳 桃油 酱油 糖 盐 红曲米粉 草果 八角 香叶等按比例调制好的卤汁中 小火炖煮 直到大片五花肉色泽红润 软烂之香 然而吴彦芬说 此时的大片五花肉还只是寻常味道 真正画龙点睛的做法还在后边 他还要用母亲交给他的一个独家秘方来调味才行 山黄皮属芸香科植物 它的果实俗称鸡皮果 因果实成熟时似鸡皮而得名 其果实口感酸甜 果肉肥厚 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吴彦芬说 要想真正激发出山黄皮果实的独特味道 还要搭配一样海鲜食材 虾皮 将山黄皮的果实制成果酱 再加油和虾皮炒到一起 味道咸香酸甜 一香扑鼻 将这个秘制的酱料加到卤肉的汤汁里 就可以为卤制的大片五花肉增加别样的味觉层次 甜啊 每天量的话 它是十锅左右 因为一小锅一小锅煮的话 它就是软硬程度就比较合适 一大锅的话 有时候你火候不够的话 它这个肉就比较硬 然后如果你煮得正好合适了 它整锅还蒙在火里面的时候 它就容易烂了 太烂的话没有嚼劲也不好吃了 为了让食客能获得最好的口感 小店里每天售出的糯米饭和扣肉 都是现蒸现煮 吴彦芬每天从早到晚 不间断地蒸饭 卤肉 盛饭 哇 这个糯米饭真的太香了 姐姐您太辛苦了 要不您休息一会儿 我现在准备帮大姐来卖一下这个糯米饭 好的 我从来没有这么期待过客人的到来 从热气腾腾的木桶里盛出糯米饭 扣在饭碗里 同时还可以加上一根同米饭一起蒸出来的广式香肠 美味加倍 淋上一勺纯香浓郁的卤汁 让每一粒糯米都能被肉汁的香气包裹 最后再扣上一块肥瘦相间的卤肉 这就是南宁人心里胃里最满足的那一口 放松